慧远大师元祭日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8月初六是净土宗祖师慧远大师的元祭日 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 我去过好几次 除了东林大佛以外 东林寺后面有个塔 有个小观音殿 特别殊胜 可以抽签 苏东坡写了 庐山烟与浙江潮 味道千般恨不消 就是庐山的烟雨和浙江 潜塘江的潮水 是中国最殊胜的 我去了东林寺 确实感受庐山烟雨的魅力 慧远大师成就很好 就是留在庐山这个风水宝地 庐山很有名 避暑圣地 李白也写 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 可见是个圣地 庐山在江西 江湖两个字就是江西和湖南湖北 这两个地方很多丛林 以前出家人要行脚 从江西走湖南湖北 江西百丈寺 宝峰寺 云居山 湖北就是四祖寺 五祖寺 老祖寺都在一块 古代要修缠 就要靠双脚走出来 拔山涉水 为村蝉 那这些地方 成为老丛林的 都是风水很好的 比如云居山 就是南龙龙脉 山门 据说古代 白天就打开 晚上两个山自动合起来 好像会动一样 云居山里风水也很好 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园祭 我去了云居山三次 时间好像回到古代 和虚云老和尚在时一样 早上三点半准时起床 四点上早课 非常精进严格 自古帝王都是出自禅门 是有道理的 江西就是庐山和禅宗 后来我们去了五祖寺 五祖洪忍大师 当年六祖惠能就来五祖寺求法 所以里头就有惠能六祖谈经的 很多故江西就是庐山和禅宗 后来我们去了五祖寺 五祖洪忍大师 当年六祖惠能就来五祖寺求法 所以里头就有惠能六祖谈经的 很多故事 五祖寺后山也有个小店 风水也是非常好的 四祖寺和五祖寺不远 四祖寺很大 敬慧常老在四祖寺圆祭 禅宗祖师见寺都非常大气 住得也不错 上下扑 很多年轻人在寺庙蹭学 四祖就是道信禅师 道信禅师当年懂得中医 色身不坏 四祖寺后山就有个道信禅师的塔 很大很古老 在网上 就是一个传法洞 我们惊讶的发现 里头有个僧人 留住白胡子 瘦瘦的 像话里的洪忍大师 道信禅师传法给五祖洪忍 里头供了各大祖师 老祖寺 离四祖寺不远 积十公里路 老祖就是宝长千岁 这个和尚活了一千多岁 中国很多地方圣地都朝里过 老祖寺风水很好 门口大湖泊 远处是双风山 两个山一样高 好像母亲乳房 流出的水就是老祖寺的大湖泊 据说静会长老当年要修复老祖寺时 老祖寺山上连续放光三天 村民们都觉得神奇 庐山附近有那么多殊胜道场 自古江湖的地方 学佛不可以不学禅宗 有缘去老牌的祖亭走一走 也是得大家持力 祖亭加持 不可思议 祖师承道 惊天动地 http冒号 斜杠斜杠blog.cna.com.cn 斜杠S斜杠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25.html 装甘 ?